伊朗的首席和子科学家法克里萨德 在27号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暗杀了 伊朗指控动手的是以色列 那美国不但知情还默许 伊朗在今年1月才发生了革命卫队指挥官苏雷曼尼 被美国拘杀 那现在又损失黎原大将 全伊朗就群情激愤要求当局要一牙还牙 那一向走务实路线这个总统罗哈尼 他也怒了 也说他会在适当的时机就做出回应 还写信给联合国安理会抗议家报备 说我被攻击了 有权利自我防卫 那以色列呢 美国白宫跟拜登团队对这件事则是不评论 但是暗杀科学家真的是为了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吗 还是另外有目的呢 大家好我是范琦辈 欢迎收看范琦辈的台内看世界 法克里萨德呢 在27号当天跟妻子一起去德黑兰近郊拜访岳父母 那大人物出门呢 一定是层层戒备 车子是防弹的 还有三辆保镖车跟着 结果还是没躲过埋伏 但暗杀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 各家媒体跟目击证人都有不同的说法 因为事发地点的监视器疑似事先就被关掉了 什么都没拍到 纽失镇多家媒体一开始就报道啊 车子是先爆炸 那接着呢 多名枪手就骑机车出现 跟埋伏的狙击手一起朝车队近距离开枪 后来呢 当地的媒体法斯通讯生又说枪手没有现身 而是远距离遥控一把无人机关枪 扫射车队三分钟之后 车子就自爆了 那伊朗国家电视台的阿拉伯与频道则声称呢 使用的武器是由卫星控制的 总之在枪林弹雨当中呢 法克里萨德身重多枪被送到附近诊所 等医疗直升机载他到德克兰医院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凶手呢 半个都没抓到 法克里萨德呢 是伊朗核子研究转为武器应用的关键人物 官方的掩护身份呢 是伊玛木海山大学的教授 钟情局在2007年替小布希政府做了情字就分析显示啊 他在1989年到2003年之间 领导阿玛德核子计划中编号的110跟111核弹项目 负责设计体积小的精密核弹头 并且确保核弹头在重返大气层的时候 能抵御各种冲击 精确击重目标 在2011年成立的伊朗国防部防卫研究创新组织呢 也是专门研究核弹的 所以他又被叫做伊朗的核武之父 而且呢 他不只是在实验室做研究 还身兼伊朗革命卫队的准将 这么重要的人被杀 可我马上想到的是那伊朗的核计划会怎么样呢 这很难说哦 因为根据2015年伊朗核协议 国际原子能总组的人 每年呢都可以去伊朗的核机构视察 看他们是不是有落实这个协议内容啊 但是呢 在2018年美国退出之后 视察小组就进不去了 也不知道这两年这个伊朗啊 有没有在发展核武 或是发展到什么程度 以色列官方就有说呢 法克里萨德一死就如同断了伊朗的一条手背 但是伊朗核计划又不是一个人计划 杀了一个法克里萨德还有千千万个核子科学家 而且从2007年开始呢 伊朗就经常传出科学家被以色列特务暗杀 过去十年以来至少四死一伤 但伊朗有停止过核子发展吗 从来没有 杀了法克里萨德不但不能够托慢核武发展速度 甚至可能让伊朗为了要报复加快脚步 既然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阻碍伊朗核子计划 那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对法克里萨德下手呢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专家 他就说啊 这个以色列的真正目标是阻止拜登上台之后 跟伊朗重谈核协议 伊朗过去四年因为川普的最大压力政策 就受到全面的经济制裁 一直在等着看这个美国大选之后 能不能够解套 伊朗也承诺 只要拜登签三道行政命令解除制裁 他就愿意重新遵守之前的规范 对拜登来说呢 伊朗不永和就解决了一个中东的大危机 但对以色列来讲啊 这个伊朗可怕的不是只有核武而已 还有他的精准导引飞弹 伊朗去年9月呢 就突然攻击沙烏地阿拉伯的油田 飞弹都已经落地炸开了 大家才发现这个伊朗先进程度啊 真的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今年1月轰炸美军基地 也是只炸仓库机房 十几年前伊朗飞弹想要打到目标 可是得要打个十几二十枚乱枪打鸟的 如果取消经济制裁 让伊朗外销飞弹给黎巴嫩叙利亚 跟伊拉克等等以色列周边的敌人 以色列日子一定很难过 那以色列如意算盘就是暗杀行动 如果能逼伊朗还手 那拜登上任之后 基于美以的友好关系 很难马上谈核协议 而且伊朗明年也要大选了 先任的务实派总统罗哈尼 已经其满不能连任 所以就算伊朗当局能忍 国内的激进派也会利用这波争议 拉抬声势 鼓吹反美反乙的情绪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伊也不可能马上坐下来谈 另外沙奥地阿拉伯也担心 隔壁的伊朗跟伊朗买飞弹 会威胁沙谷的安全 所以今年伊拉就破天荒的 同意关系正常化 还有以色列总理 就偷偷到沙国跟王储会面 都是希望能组成伊拉阵线 在拜登跟伊朗谈核协议的时候 联手反对 而美国一向跟以色列共享中东勤姿 这一次不可能不知情 那川普对伊朗一直很感冒 眼看拜登上任之后 又要推翻他的反义政策 欧盟 中国 俄罗斯都还很支持 当然想要趁卸任之前 就做点什么来打击伊朗 11月11号一听到国际原子能机构 报告伊朗又存量超标 隔天马上就着急高级幕僚 想要在卸任前攻击伊朗核基地 但是国务卿蓬佩奥跟女婿库许娜 都说先不要吧 但从他开除了国防部长 换上自己人情况来看 很多官员都担心 他离开白宫之前 还会再来个回马枪 挑衅伊朗让拜登没有回头路 川普的做法自然就引发了许多的争议 那很多人认为快下台 总统不应该做这么重大的决策 应该给新的名义 选上了总统来决定 但也有人认为川普又还没下台 他还是总统为什么不可以 你觉得呢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 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today的官方账号 他就每天把重要新闻 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today国际栏目里面 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翻起来的today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选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师 我们明天见